大家好,我們繼續和潘Sir聊一些香港歷史上經典的歌詞 我自己研究所謂的國際關係,經常在詞中找到一些社會脈搏 雖然有時想多了,或是創作時未必是這麼想的 但我們最流行就是這樣解讀 但有一首詞是不關國際關係的事 我當年小時候唱K的時代,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特別 是望月,有印象 這首詞當時,因為小時候都頗多去留年場所 但去看著歌詞,就發覺真的很深 然後有幾句就很入腦 我記得有一句就是 敬向天公被截腰 當時那句話真的很帥 為什麼呢?又不斷思考 後來有看過不同的分析 請教一下當事人 其實這首詞是什麼背景之下創作出來的? 這首詞也挺有趣的 其實那個年代是沒有什麼這樣的曲風的了 因為呢 早一點,我都沒有入行的年代 其實就是會有 比如是 武俠劇的主題曲或者插曲 於是裏面有一些比較古典的 中式曲調那種 比如說黃俊心忠情 或者是伊天屠龍記 那些這樣的 他又不是完全是粵曲 但是他又有一些中國的味道 然後呢 又是一個藍曲的模式 還有就是 他出來之後 甚至是一些影響到 舉例我們這樣說 比如說 林子祥 他是外國學音樂的 但是他都會做一些 中國式的小調的歌曲 舉例這樣說 但是去到 這首歌應該是九十年代初 已經是很少的了 就是說相比之下很多 比如說英倫的音樂 美式的R&B等等 就是很多已經是佔據了 就是說主打主要的那些歌曲 而這首歌呢 有趣的地方重要呢 它是日本的原曲來的 是桑田佳佑寫的 但是又這樣說 就是當你如果曾經是聽過 桑田佳佑的歌 你又會發現 這首歌出之他呢 有一點都不出奇 那麼他好像都是有一些這樣的 就是在血液裡面 留著一些古典的 有一些演歌 又有一些好像中國風 或者有一些這樣的背景的能曲 那總之呢 就是說這首歌是桑田佳佑的原曲 那它本來都是叫《月》的 《月光的月》 就是《月光的月》 那當時張學友的監製 歐丁玉就選了這首歌給張學友唱 然後就找我寫 那我一聽又覺得 咦?好東西喔 因為我沒有什麼機會去寫的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就是在流行這個電視劇主題曲的時候 其實我還沒有入行 那終於找到一首 就是好像有些古風的歌來寫的時候 那我就很投入 那我又知道它本來都叫《月》的 那我又會向這個方向來想 看我可不可以做 那果然又發現當中可以發揮的 關於《月光》的這種空間有幾多 於是就有一點無疑 即是所謂古風去寫這種感覺 所以這首歌 你是先有了某幾個歌詞 再去重構一個故事 還是先有了一個故事 再去填下去呢? 都不是的 其實這首歌很簡單 這首歌就是最主要是 開頭你設定了一個調整 就是好像你畫畫 你開頭想畫山水 你把山放在哪裏 水放在哪裏 然後人可能放在哪裏 然後月光可能放在哪裏 其實是這樣 那你開頭一開到 即是說狼在叫 雪正飄 月次鏡子 天上照 那已經是這三句 是決定了你跟著可以做到的那個方向 那方向定了 就看看你自己動高床板 如何去思考 在一個這樣的內容裏面 你能夠投射到 給到多少 好像有些古風 但同時又是說 今時今日的現象 其實就是做這個功夫 所以不如跟我們解讀一下這首歌 你是想說 《核心信聲》是什麼 這個我真的從來做不到 我是解讀不到自己寫的東西 我只能夠說 我是很投入去聽著 他那個旋律和音樂 給到我的所有的靈感 或者是所有的提示 就是靈感好像很抽象 提示 他提示到我 特別是廣東歌 之前都說了 很多時候是要協運之外 又要協聲 這幾個字已經是提示了你要寫什麼 你寫狼在叫、雪正飄 這樣是可以合到一些音 你不可以說狗在叫 另一個意境又不合音 你不會做那些事情 於是就是向這些方向 跟寶寶拿一個放大鏡 去放大他那個音韻裏面 給到我的所有的這些信息 然後將他抹出來 因為你提到和那些武俠劇主題曲的比較 我以前的印象真的很武俠感覺 好像一個窩林高手 有孤高阿山看著月光 然後就這樣懷身世 然後有諸如此類 其實這個是即時會有這個感覺 但剛才你提到 它也有些現實的意義 那那部分是什麼呢? 那部分就是我希望可以 其實這樣說 我也是無疑 這個武俠劇主題曲 他們某程度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只是講武俠世界 但是其實就是反映現實香港 或者現實的這個世界 其實都可能是這樣 那我都是追隨這一種的路數去做 所以就是說裡面提到的 就是月光是很遙遠的 它照計可以看到整個地球 整個我們人世間的所有東西 但是它沒有告訴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就是將那種所謂的感慨 就是藉著月球和地球的距離去放大它 很抽象 很抽象 OK 但是能夠做的都只是做到這樣 就是其他的 怎麽為之勁向天公彼節腰 這句為什麽呢? 我想各人自己去 這句我真的很喜歡 根據這個中文語文的內容去解釋 如果這首歌是在早十多二十年出現 那時候武俠劇熱潮當中 你覺得是完全可以配合那些 譬如金龍小說 是的 哪個設定你覺得最合適呢? 都不知道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說說 所謂這些大俠全部都有機會遇上這些問題 你說陳家樂都有機會可能有這樣的感覺 胡飛也可能有 不知道 我覺得都是跟著這些模式來努力營造這件事出來 最主要都是音樂 音樂可以給我這些解讀 這個詞裡面本身很典牙 就是裡面用一些 平時不會這樣說話的 是 後來另外 越近期的歌曲是越多口語 平時可以這樣聽下去 但是明顯這一種風格不是 你覺得是否以後香港都很難再有這種 比較典牙 有少許文言的風格 是否是七十年代開始比較普遍 慢慢越來越視 到新一代已經是完全來一個世界 你怎麼看呢 不知道的 其實都 喜歡這樣去表達 或者喜歡這樣去寫歌詞 我想 仍然還有這樣的人 我猜都還有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很文言 始終是能夠表達到 然後你表達了之後 有人有共鳴 或者有人有回應 其實已經是成功了 我相信會暫時看 我不覺得這種文字會很快的消失了 是有人會這樣做的 只不過就是 做成怎樣呢 這個就要看作品出來 去衡量了 就是說它做到什麼地步 它表達的東西 其他的人收不收到呢 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是 我相信會能夠繼續的 只不過就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廣東歌 我剛剛都 未曾開機之前都和你聊過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我很幸運 我這樣說 就是可以從事到寫到 廣東歌詞的作品 也都做了這麼多年 但是的確很難向非粵語 非廣東的人去推廣 是難的 就算推廣到 其實只是可能三分之二 為什麼三分之二呢 因為我覺得廣東歌詞的美學 或者它獨特的地方 是語言、文字和音樂三者 是結合的 我們能夠推廣得到的 就很可能只是文字和音樂的配合那部分 就是那些人去翻譯也好 或者如果是台灣也好 或者是內地也好 就是可以看到這些文字的解釋去感受 但是去到語言那部分 我剛才講的 就是那九音或者十音 怎樣配合 然後令到它原來出來是不同的呢 我這件事就真的很難解釋 就是如果你不是用廣東話 或者你不是用粵語 有這樣的背景去從小到大 知道什麼叫對音 什麼叫不對音 那部分呢 我覺得幾乎是解釋不到的 不要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甚至是我試過 比如說向一些外國的人士來解釋 他們好像明白 但是其實是明白不到的 就是說怎樣才叫做協音、協聲 然後出來的那種配合是漂亮的 因為他們譬如說I love you 什麼音他們都可以唱到這三個字 但是我們怎樣才告訴他們 我愛你這三個字 有些音唱不到的 唱出來會很噁心的 真的很笑 我懷疑是難的 音韻是一個很深的題目 大學都不會教 因為我們假設大家平時長大就會懂 但如果不懂的話也很難學 只是文字也是一件這樣的事 就是來到台灣之後 我記得很多台灣人說 香港的中文最大的特色就是文白夾雜 就是平時我們不覺得 但是原來又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即使大陸那邊也是這樣看的 他們都已經去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法 但是香港我們從小到小學的時候 都真的很多一些也性 現在兩岸都不是怎樣用的 是 那這個多次影響了香港 行曲的創作 我想他們沒有那麼多文白夾雜 即是兩岸都是 而這個原來都是香港的幾 unique identity 我又覺得這個反而 他們都可以欣賞到 因為雖然是文白夾雜 得來是有香港風 即是有很多特色 即是不同的 甚至是用廣東話去填 他們都可以譬如說註解也好 或者是從文字的組合 他們都解得通 但是去到陰 即是好像剛才說 其實是解不通 所以文白夾雜的那個部分 我會曾經形容過 就是好像一張黑白相片 即是說你看平時的這個世界是彩色的 但是我們取材於它 然後是經過了我們的加工 去出來 就好像一張黑白相片 即是說是文白夾雜 即是將一些東西篩走了 一些東西組合出來 這個原理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回來一首望月的回答 這個最後一個結尾 即是你覺得這首歌出來之後的效果 跟你想像中有沒有什麼不同 我沒有什麼去理解有什麼效果的 其實我絕大部分寫完的東西 我就好像那些子女一樣 你喜歡去哪一邊 你有什麼發展 我其實都不太知道 我亦都不會故意去問 或者故意去希望可以知道 如果說曾經 舉例這樣說 有些人拿了獎 只不過是說他告訴我 有人喜歡 所以我不是很知道 譬如說今時今日 即是已經新世代幾乎 即是說完全沒有了武俠劇的 那種閱讀的經驗 他們今時今日 如果聽到這個望月的時候 他們的感覺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也都交給他們自己去體驗 我個人覺得這首歌是頗 underrated 應該是很有殿堂級的地位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嘴著 隨著時間的推演 大家拿一些歌詞出來 特別是這個景向天公彼節要 我覺得是很能夠 stand for 很多 不同的場景和很圖像化 說出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這些就是歌詞可貴的地方 可能你以前的時候這樣想 甚至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但聽的時候 你會有些事情可以進行做 現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很適合對號入座 所以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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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謝謝你 謝謝你 妳